中華職棒Lamigo桃園隊調整戰力 這兩天釋出了11位球員 隊長大師兄林志勝為此在臉書上公開致歉 據球迷關心他車禍受傷的復健進度 他也要大家放心 桃園隊的大師兄林志勝把球打得又高又遠 直接飛出拳來打牆外 只要站上打擊區 林志勝總能帶給球迷無窮的希望 不過很可惜 契約因為一場車禍導致他整季報銷 還好經過四個多月來的復健 林志勝復原進度相當良好 可以做一些推舉的教 推舉 然後一些慢跑 然後慢慢的要開始衝刺 急停 然後敏捷 然後慢慢的往上拉 林志勝要球迷朋友不必擔心 他會按部就班的復健 而且大師兄自我評估 腳傷已經好了九成 會準時參加下個月的春訓 絕對會 絕對會一直開始 那時候再看身體狀況 能不能適應在球場上 因為畢竟我還沒有回到球場 所以還是需要一段時間 在球場上適應這樣 至於明年球季開幕戰 能不能看得到林志勝上場 還得是春訓的狀況才能決定 不只球迷朋友關心 林志勝自己也很期待重新回到球場 如果一切順利 明年球季就能看到大師兄 站上打擊區炮紅對手 有電TV五加油 鄭惠仁綜合報導 我們會不會出現 我們會不會出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